我回来了 你们都吃过了 是啊 你还没吃 我给你下碗面啊 这 小夕怎么又没上学去啊 今天是周末 我给忘了 宝贝女儿 你怎么也玩这个啊 学学呗 现在的同学都会打弹珠 就我不会 是吗 来 爸爸教你 来 你看啊 这个弹珠呢 放到前面 然后手捏住 捏完 然后用力 弹出去 打高 爸 你太厉害了 快教我 好 来 爸爸教你啊 来 放好 看 捏住啊 对 然后 瞄准啊 走 好 太聪明了 过来 来 小夕 坐 爸 你说我把弹珠玩好了 是不是就有同学 愿意和我交朋友了 对啊 小夕啊 爸爸问你 你是不是特别想过 以前的学校去上学啊 嗯 那好 爸爸答应你 很快就会把你送回去 好不好 可是妈妈说不能回去了 让我想办法跟现在的同学交朋友 小夕啊 听爸爸话 回房间学习好不好 嗯 快去吧 你为什么跟小夕说不能回以前那个学校上学了 咱俩不是商量好了吗 我给学校打过电话 他们要十万块赞助费 这不是抢劫吗 咱们刚转走几个月 是不是还跟你说别的了 他们说 贵族学校 对学生的经济家庭情况有一定的要求 咱们家本来就不达标 要不是他们看在 势力小人 大江 我还有个事要跟你说 上午那家公司给我打了电话 他们说 我的年纪已经不适合从事基础工作 他们招了别人 好了好了 别生气了 是他们有眼无助 以后我们再找好的工作 好吗 大江 我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办了 你告诉我 我该怎么样维持这个家庭 我知道 你再坚持一下 等等我 等你 等你打赢这个官司是吗 等你打赢官司 我明家老想吃什么呀 上街上去乞讨吗 可是也不是我的错呀 我每天都在想办法解决问题 这你是知道的 我问你 从你一开始创业到现在 我是不是一直都在全心全意地支持你 是 我都记在心里 那你能不能替我一次劝 去找份工作 别再想着这场官司了 怎么连你都不理解我 我做这么多是为了自己吗 他吴国鹏凭什么仗着自己有几个臭钱 就胡作非为 这世界还有正义吗 还有公平吗 你到底恨的是吴国鹏还是你自己 我凭什么要恨我自己 我做错什么了 这么多年 我做什么事情不是拿着命来拼 我告诉你 像吴国鹏这种人就应该去死 别人不管他 我管他 别人 爸爸 爸爸你别走 小夕 是爸爸不好 不应该大吵大闹 千万别学爸爸好吗 爸爸 我不想回以前的学校了 你留下吧 妈妈在哭 妈妈不是故意惹你生气的 你别怪她 小夕 来 小夕 你知道吗 妈妈是这个世界上最好的女人 你长大以后一定要像妈妈一样 好吗 好 爸爸 小夕 爸爸就离开几天 你能答应爸爸照顾好妈妈吗 能 爸爸 你要去很久吗 小夕 爸爸这次去办事 等办完事情了就回来找你好不好 嗯 我在家帮妈妈做家务 等爸爸回来 爸爸 你快点回来 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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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去吧 爸爸再见 再见 亲爱的沐 你说得没错吗 我也觉得自己变了 还是请你相信我 我对你的爱 从来没有变过 密码也没有变 是我们的结婚今日 我永远爱你 请你照顾好小夕 对不起 老板 不好意思啊 这么晚打扰你 辛苦了 你这一个电话一个电话的催命 啥事啊 非得赶劲啊 明天我着急出差 得赶紧把仓库落实了 装什么货啊 一批化肥 小本买卖见效了 看你这大笨 不像干这个的呀 该不是在我这儿 干什么违法的事了吧 瞧你这话说的 您不是有钥匙吗 没事您可以过来看看啊 钱带了吗 哦 给 我先租一个月了 然后呢 以后优先考虑你们这儿 别搞鬼啊 放心吧 再见 是 是 是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李宗盛 时间了 好 吴总 您明天还有其他安排吗 明天早上呢 剪个彩 明天中午 喝几个精力吃个饭 然后就回酒店了 那你一会儿游腕永 还有其他事情要做吗 没了 和昨天一样 你们晚上也不用守门口了 可以回去好好休息一下 好 吴总 里面已经检查过了 很安全 您可以进去休息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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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